鄧姨姨姨 住內平安 近來我們各方面都開始復償了 有不少人都可能已經開始計劃一下 接下來去旅行 我不知道你們去旅行的時候 會不會都喜歡去參觀一些博物館 CNN有一篇文章 前幾年有一篇文章 講到有關博物館 一個很特別的題目 文章裡面講到美國有一間博物館的館長 他在埃及文物館裡面 最常聽到遊客會問同一條問題 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為什麼這麼多的石像 這麼多的雕像 他們的鼻都是破爛的呢 他最初聽到這條問題的時候 覺得沒什麼特別 因為歷史九遠的文物 出口的時候總是有一些破損 沒什麼值得奇怪 但是當他再想 再留意一下的時候 他發覺這些破損 似乎不是單單意外的破損 可能當中也有不少人為蓄意的破壞 為什麼呢 因為立體的雕像 他的鼻凸出來 有時候可能在搬運的過程 或者會跌倒 或者怎樣 就會整崩了鼻子 但是在一些不少的平面的雕刻上面 有很多人的頭像都是遭到破壞的 這個博物館的館長他做了研究 他發現原來在古時的時候 在埃及和古代近東的地方 在文化裏面 他們普遍相信在這些雕像裏面 都內藏了一些超自然的力量 是能夠去保護擁有這些雕像的人 幫助他們去抵擋外敵 所以當時一些邦國 如果他們要去攻打另一個邦國的時候 他們第一件會做的事 就是去破壞他們當地一些神明 一些君王的雕像 特別是這些雕像的鼻 當他們去打碎他的鼻的時候 他們就認為這個雕像 就失去了呼吸的能力 也都剷除了他們的力量 有些雕像他發覺是被削去耳朵的 原因都是類近 就是要令到這些雕像 他們聽不到東西 他們聽不到那些有求於他們的人的祈禱 弟兄姊妹 是不是很荒謬呢 這些雕像是人手所做的 亦都可以以人手很輕易地去摧毀 以這些雕像作為敬拜的對象 是否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難怪詩篇135篇15至18節這樣說 外邦的偶像是金的 銀的 是人手所做的 有口卻不能言 有眼卻不能看 有耳卻不能聽 口中也沒有氣息 做他的 要和他一樣 犯靠他的 也要如此 經拜偶像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其實理性上都是知道是不好的 特別是信徒 我們知道 在十屆當中的第二屆 就是禁止我們去為自己雕刻偶像 經拜偶像 是神不起悅的 但有時我們又會發覺 有些信徒 他們仍然會陷入這些網絡的裏面 甚至有時陷入了在當中 連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事實上 經拜偶像的誘惑 常常會在我們身邊出現 我們試想一下 在順境的時候 人很容易會忘記神 沉醉在自己各樣的追求的裏面 來到逆境了 在逆境的時候 人又很容易會失去方寸 若石亂頭 甚麼都試一下 是嗎? 偶像就在這個時候來到城虛而入了 另一方面 情慾的放縱 也很容易叫人以其他的事情 其他的東西 來取代了神的位置 佔據了人的心靈 成為了敬拜的偶像 在今天早上 我們繼續一同來思想 以塞亞書的訊息 今天我們來到四十四章 以塞亞書之道提醒神的子民 千萬不要敬拜偶像 因為這樣是如不可及的行為 在上星期 梁牧師和我們一起去看四十三章 提醒我們要真誠地敬拜獨一的真神 今日的經文 可以說是從另一個角度 進一步來延續這一個勸勉 讓我們首先一起去看四十四章 都必收睇 工匠也不過是人 任他們聚會 任他們站立 都必懼怕 一同收睇 鐵匠把鐵在火炭中燒熱 用錘打鐵器 用他有力的磅秘隨成 他飢餓而無力 不可水而發倦 木杖拉扇 用筆畫出樣子 用袍子 袍成形狀 用袁赤畫了模樣 仿照人的體形 造成人形 好住在房屋中 他撼陷乳香葡萄 又取著樹和醬樹 在樹木中搇定领一夥 他製種松樹 得與蔣養 這樹人可以燒火 他自己取舍燒火 又燒著烤餅 而且當神像跪拜 造雕刻的偶像 向他購拜 他把一份燒在火中 把一份烤肉吃饱 自己烤火说 阿哈 我暖和了 我见火了 他用盛下的做了一神 就是雕刻的偶像 他向这偶像苦福求拜 祷告他说 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他们不知道 也不思想 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 不能看见 塞住他们的心 不能明白 谁心里也不醒悟 也没有知识 没有聪明 能说 我曾拿一份在火中消燎 在炭中敲个饼 我也敲个肉吃 这剩下的 我岂要作可争的物吗 我岂可向木等子求拜呢 他以灰为食 心中昏迷 使他偏邪 他不能自救 也不能说 我右手中 岂不是有虚荒吗 鼎姊妹这段经文 当我们刚才读的时候 你会发觉 在经文里面 很生动地描绘了 制造和敬拜偶像的人 是何等的虚空和愚昧 人竟然用同一棵树 来生火 来取暖煮食 也都用同一块用剩的木头 来到去雕刻偶像 去敬拜求告他 向他下拜 这样做 结果当然是一场空 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里面 多次来提醒神的子民 要小心 要小心 千万不要陷入敬拜偶像的网络里面 为何以赛亚先知要这样特别 去做出一个提醒 相信除了人的本性不信之外 很明显是因为百姓 他们在被老的困境当中 很容易会对神失去信心 从而投靠外邦的偶像 当时的巴比伦 是一个敬拜很多神明偶像的邦国 神的子民被老到他那里 无论是文化上的冲击 无论是生活上遇到的困难 遇到的艰困 都很容易叫神的子民妥协 随从当地的风俗 敬拜他们的神 在漫长的被老岁月的里面 他们心目中很容易 会不断营造一条问题 究竟神 是不是真的能够眷顾我们的呢 不如我们自己都想想办法呢 会不会有其他的神明 可以给我们有更实际的帮助呢 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 敬拜偶像的人 他们都希望 在敬拜偶像的当中 能够得到一些 更多有把握的感觉 或者在不确定的当中 在等候的里面 能够对事情多一些的控制 事实上 弟兄姊妹 当人面对漫长的等候 特别逆境中等候的时候 是最容易转向偶像的时候 在《初一及记》三十二章的里面 记载摩西 他上到西乃山上面去领寿法版 他上了去 一段颇长的时间都没下来 在山下面等候的百姓 他们就开始不耐烦 开始慌张起来 于是他们就做了一只金牛毒 来到去敬拜 大家都记得 让他们能够安心一些 但其实这帮神的子民 他们不久之前 他们才经历过红海分开 经历过神的大能 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 离开这个围牢之地 但是原来 他们的信心竟然是这么脆弱 可能连他们自己 也都此料不及 弟兄姊妹 今天或者我们仍然信心刚强 但是我们必须要小心警醒 在遇到一些不确定的处境 在遇到一些漫长等候的里面 我们要额外警醒 保守我们自己的心 事实上功利主义 往往潜藏在信仰当中 人总是希望能够信仰帮助到他们 即时的去消灾解困 及早的化险为疑 心里面所想的 能够很快得到成就 是吗 人总是希望得到神的赐福眷有 从某个角度说 摸口非 不过我们要赏心一层 这些福 是我们自以为有福 我们所追求的东西 我们自以为有福 还是在神眼中看为有福 在神眼中的时间方法里面 看为有福 如果我们必须要按 我们自己的想望 我们自己的想法 来到去作为有福的依归 我们很容易 就会将一些东西搞乱了 我们会搞错了 我们和神之间的位置 我们会掉转了 我们自己变了神 神只是听命于我们 或者我退一万步来说 如果神真的可以 由我们去指挥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把握 我们有没有信心 来到去指挥这个 创造万有 统管万有的神 或者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 如果你不懂得开车的 你又没有车牌 你又没有信心 坐在司机位上面 拿着车盘 除了一些不确定的处境 除了一些不容易的等候之外 敬拜偶像 另一个很明显的引诱 当然是来自我们人自己的私欲 我们的很多不同的欲望 好像保罗在伊福所书五章 五节里面的提醒 因为你们确实知道的 无论是淫乱的 是污蔑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内 都是无份的 有贪心的 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欲望的追求 很多时候很容易 在不知不觉间 占据了我们的心灵 成为了我们的偶像 虽然 这些欲望 这些欲念 并不是一个 可以见到的神像 不过正正是这样 我们的欲念 我们的欲望 很多时候 比可以见到的神像 更容易 渗透入我们的心灵 以致我们疏于防范 因为是眼不能见的 特别是一些 本身是中性的事情 或者本身都是好的事情 甚至是好的事情 例如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我们建立家庭 安舒的生活 交友 戀外 身体 保健等等 又或者这个时代 我们的手机 科技 网络 我们个人的抱负 等等 如果这些事情 成为了我们 首要的关怀 我们最紧张这些事情 的时候 甚至 叫我们不惜将圣经 很明显的教导 抛诸老后的时候 我们的心灵 就等同敬拜着 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偶像 最终 好的 好事 成为了坏事 不知道你是否应该 兄弟姐妹 他们在事业 有些成就的时候 又或者他们建立了家庭 有了小朋友之后 就渐渐 再少见到他们 好像昔日一样 很投入地去敬拜 和侍奉 或者当然他们可能里面有一些 不足为外人道的难处 一些偶然的困难等等 不过千万不要将这些事情成为了我们的常态 成为了常规 否则 他们很容易容养自己有机会 陷入去敬拜偶像的危机当中 顶姐妹 先知赐亚在今天的经文九节十一节里面 一针见血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来听 制造和敬拜偶像的人 结果 就只有虚空 和羞愧 让我们一起读九至十一节 制造雕刻偶像的 尽都虚空 他们所喜悦的 都无益处 他们的见证 都所看见 无所知晓 他们变觉羞愧 谁制造神像 注重无益的偶像 看下他的同伴都必羞愧 功像也不过是人 任他们聚会 任他们站立 都必惧怕 一同羞愧 这三四经文的里边 我们会发现 羞愧重复的出现 强调敬拜偶像的人的下场 只有羞愧 因为敬拜偶像是毫无益处的 功像也不过是人 经文提醒我们 一个本质上的限制 制造偶像的人 他们本身都是受造 他们怎样可以 做出一个真神 逻辑上都是不通的 在他们心里边 并没有真正的平安 好像经文里面所说 任他们聚会 任他们站立 他们做什么都好 最终 他们都只是能够 在惶恐中度日 一同的羞愧 刚才讲过 功利主义很多时候 潜藏在信徒的信仰生命里面 很多人会强调信耶稣是要有用的 是要实际帮助到我们的 却是忘记了与神和好 罪得赦免 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这些更加重要的核心 根本的意义 如果我们的信仰 尚尚以效用来挂岁 当我们发现事与愿违的时候 就会感到我们的信仰 原来是失效的 原来是没用的 渐渐我跟神之间的关系 跟神之间的相处 都会变得沉默空洞 因为既然你觉得 跟神讲了会等于没有讲的时候 那不如讲少一点 甚至不如不要讲 如果这些情况 不断地持续下去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 就会是混习的信仰 我们就会转向其他的门路 不如我们试一下其他 塑造一下其他不同的偶像 尝试去补足一下 我们信仰上的不足 我们觉得不足 我们要找很多其他的补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 弟兄姊妹 他们又看正经又灵修 同时他们又看星座运程 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这样的弟兄姊妹 经文在12-17节 我们再看以赛下怎样说 铁像把铁在火炭中消热 用锤打铁器 用它有力的磅被锤成 它饥饿而无力 不喝水而发卷 木像拉线用笔画出样子 用刨纸刨成形状 用圆尺画了模样 仿照人的体态 造成人形 好住在房屋中 它砍伐香柏树 又取作树和杖树 在树木中选定了一伙 它再重重树 得与掌扬 这树 人可以 可用以烧火 它自己取舍烤火 又烧着烤饼 而且造神像跪拜 造雕刻的偶像 向它叩拜 它把一份烧在火中 把一份烤肉 吃饱 自己敲火说 啊哈 我暖和了 我见火了 它用圣下的造了一神 就是雕刻的偶像 它向这偶像 虎伏叩拜 祷告它说 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我们再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 很奉执的描述 以左下先知 让我们看得见 铸造偶像的是何等的荒谬 他们都是要先满足自己 他们吃饱了 暖和了 才用一些用剩的木头 来去雕刻一个神像 来去安慰自己 他对着神像说 求你拯救我 因你是我的神 大家认为 这个的公仔 这个的偶像 能不能够真的帮到他 又或者 这个的工像 他不是真的 当他是神 有时 信徒都会好像 阿拉丁神灯的主人一样 很希望能够有一个 能够听命于我们的神 按我们的心意 按我们的意思 来赐福就好了 如果 真的有这样的神 其实他的本质 并不是神 他只是 我们的努力 另一方面 有些信徒 他们有很多的禁忌 有很多的忌毁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形成什么信徒 这些禁忌 这些忌毁 在牢笼着他们的生命 成为了他们的偶像 他们很多时候 跟非基督徒一样 他们做事要责日 有时他们不好意思说 就是我家人需要 有时他们又会 有些事情不敢做 有些忌毁 做了这些事情 就会 就会 带来一些压运 带来一些不好的运气 等等的情况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认识一些的弟兄姐妹 他们家里 又摆圣经 又摆水晶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 各位三位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 铁像 和木像的影子 在混习的信仰里面 自编自道自演 只会疲于奔命 保罗在 一张一些的习俗 但也可以引伸到我们信仰里面 我们自设了很多的杂质 或者很多的禁忌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真理是要叫我们得以自由 我们不要再自尋烦恼 基督在十字架上 已经大大的得胜 信靠他的人 只需要单单的来到去仰望他 不再需要被偶像 来到去核製 基督徒是百无禁忌的 是吗 同不同意 我们每一日都是好日 耶利米先知提醒我们 每早晨都是新的 你的诚实 极其广大 我心里说 耶和和是我的份 因此 我要仰望他 每早晨都是新的 在每一日 早晨起身的时候 我们深呼吸一下 一口清新的空气 感受一下基督 在我们生命里面 长阔高深的爱 将我们浸淫在基督的爱里面 经历在基督里的自由 和封城 每一日都是蒙恩的一日 其实很多敬拜偶像的人 都知道敬拜偶像不好的 特别是信徒 但是很多时候 因着刚才所讲的某些原因 可能是一些遭遇 对前景很无把握 或者是自己的情欲 不断地放纵 因此 有时人会选择 索性不如 识了自己 属灵的警暴系统 反正都不想起床 为什么要教闹钟 是不是 有时人就会这样选择 就好像 今天经文最后的三节里面 这样讲 十八至二十节 他们不知道 有不思想 因为耶和说 闭住他们的眼 不能看见 必塞住他们的心 不能明白 谁心里也不省 也没有知识 没有聪明 能说 我曾拿一份在火中消了 在炭火上敲过饼 我也敲过肉吃 这剩下的 我岂要作可憎的物呢 我岂可向木等子叩拜呢 他以灰为食 心中昏迷 使他偏邪 不能自救 也不能说 我右手中 岂不是有虚方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或者一个比喻 有些什么人 是叫不醒的呢 是诈愤的人 是吗 敬拜偶像的人 就是这样 他们宁愿 不思想 不汉见 不明白 不醒悟 经文里面讲到 好像耶和说 闭住他们的眼 塞住他们的心 其实的意思不是 而是神 是拥有他们的放肆 他们就是这样的选择 关掉自己属灵的警暴系统 以蔡雅描述 这些敬拜偶像的人 灵可以灰为食物 心里漸漸变得迷糊 最终他们不能够自救 不能够自拔 甚至当他们想了一次 去明白 去分辨真偽的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再没有这个能力 经历了很多的仇苦 就好像在诗篇里面所说 以别臣代替耶和说的 他们的仇苦必定加增 在几个星期前 我和城长班一起去参观 神兮岛方界独中心 看到很多神奇妙的作为 如何来改变很多的生命 本来一些破碎到不能够再破碎的生命 却是因为福音的大能 将他们完全的扭转过来 在当日几个星期里面 我听到好几个非常感人的见证 他们都曾经让毒品 曾经让滥药成为他们生命里面的偶像 在毒海里面不断的浮沉 进出监路很多次 他们的家人都放弃他们 甚至他们自己都曾经放弃过自己 不过神没有放弃他们 神却是藉着一些意想不到的机会 让他们一起去经历 神凡事都能的改变 他们都决意靠着主 来到去离弃这些偶像 重新的站起身 在当日的里面 我在岛上见到每一位的学员 他们眼里面是散发出生命的光彩 在那天可能我们很早集合 在西贡码头集合 可能太早了 可能有些电影节目都眼睡 进去的时候我们觉得 他们比我们更精神 神希会的名字 是源于罗马书十三章十二节 非常之有意思 黑夜以心白奏将近 我们就当脱去暗会的行为 带上光明的兵器 黑夜以心白奏将近 就是神希初现的意思 也是光明盼望来临的时候 无论 偶像 坏习惯 盘距得多深都好 神的能力能够攻破坚固的刑类 将人的心意夺回 顺服基督 当脱去暗门的行为 带上熟灵的兵器 决意要走在光明的当中 我深信这节的经文不单单是 是给那帮国内人 很大的提醒 也都是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很大的提醒 决意远够远备 决意远备偶像 不要执迷不悔 无论困难 无论偶像 盘距得多深都好 神的能力 福音的大能 能够救我们脱离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扭转 来到总结的时候 我想用约书雅 对百姓最后的叮灵 来作为今天的结束 约书雅他心知道 敬拜偶像是多么危险 敬拜偶像对整个以色列民族 是多么有害 因此他在最后的叮灵里面 他用了很多蝙蝠 在这方面特别要提醒百姓 其中在24章约书雅记 24章22至25节这样讲 我们一起读这几节的经文 预备起 约书雅说 你们现在要除掉 你们中间的外邦神 专心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百姓回答约书雅说 我们必侍奉耶和华 我们的神 听从他的话 当日约书雅就与百姓立约 在事件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 敬拜偶像 敬拜 读一的真神耶和华 放在他们面前 约书雅昔日要他们做出这个决定 今天同样的 敬拜偶像 混习的信仰 和敬拜独一的真神 敬拜耶和华 这个决定放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会怎样决定呢 我们在这个决定的里面 不能够糾线不清 弟兄姊妹 我不知道 在你生命里面 会不会正是面对着一些 敬拜偶像 取代神在你心里面 那个位置的一些东西 正是向你发出试探 又或者会不会在你心目中 可能已经有一些 盘踞了很久的偶像 今天 神这一段的讯息 要对你说些什么的话呢 在我们生命里面 每一件我们看重的事情当中 神的位置在哪里呢 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 以下我们 有一段大约一分钟的时间 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 求圣灵光照我们 如果我们正是面对 敬拜偶像的试探 甚至我们生命里面 已经出现了偶像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神面前立志 远备偶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天父 这一刻我们众人在你面前 我们的心向你赤露敞开 求你光照我们的心 让我们看见 我们里面 有没有一些潜藏的偶像在当中 主要求你去帮助我们 除掉我们生命里面的偶像 或许有些隐言未现的 愿圣灵都光照 让我们看得见 让我们靠主 来到去离弃偶像 让我们能够专心的 来到去归向你 跟从你 求主你越纳我们众人 在你面前的省察 在你面前的立志 求你帮助我们 愿你带领我们的人生 愿你赐福我们的人生 多谢你听外同心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